我向甘肃兰州 这位置是兰州城关区市民公园 前面是甘肃省政府大楼 这边有一份地图 给大家看一下 市民公园 现在我的位置是在这里 待会带大家去水车波浪园看一看 周边特别繁华 应该是甘肃兰州最繁华的一个地方 许多政府的办公机构都是在这 丝绸古道的标树 前面是黄河大桥 这条路也是车力量非常的大 这是南宾河东路 现在黄河上面有很多大桥 这边也是一座雕塑 国际文石千年秀 河卷水车万古生 沉中石 这里就是水车博览园了 刚从那个入口进来 从市民广场过来的 看一看兰州人民的中午生活 喝一喝茶 打一打牌 后面全是打麻将的 太安逸了 进去沿布道走一走 朝大的一份导览图 看一看 全是绿道 这个地方是非常繁华的 有许多小景点 一号茶园 这应该外地旅行的朋友比较多 坐满了 黄河两边 河茶的是非常多的 超大两个水车 它这个是黄河水驱动的 到旁边看一看 这里面是怎么推动这么大的转轮 黄河水从这里引进来 然后驱动这个大水车转动 两个 这边就是黄河了 它水是从上面开了一个口进来的 那边是城关黄河大桥 风景挺美的 旁边还有一个小水车 它这个水是从 那个大水车那边引过来的 通过空中的这个管道 靠近黄河就是好 你看 它把这边驱动了 路远处又是两个大水车 方式都是一样的 这水啊都是从上面那个水车那边引过来的 环境非常的不错 这个黄河边特别凉快啊 里面全是水池 这两个是大小 水车薄罗盐 真正的里面全都是超大水车 那边又是两个大的 这一条倒下来啊 我看到大约有五六个这种大水车了 它里面还有许多小的 都是一对一对的 都是顺着这条黄河水而驱动的 旁边这都是步行道 种满了羊柳树 这边是喝茶的 前面就是黄河 看一看这栋高楼 超高啊 挺安逸的 这个下面应该都是喝茶的地方 吹着黄河的风 品质兰州的茶 巴士 旅游码头入口 下去看一看 这里是坐游艇的位置 金燕黄河大桥 两艘快艇 那边是会展中心 这块周边非常繁华 黄河水流速特别快 刚才看到还有人在里面游泳呢 那个中间有一个竹筏 大家看到了吗 一个点 这么宽阔的河面 一个超小的竹筏 大家敢坐吗 那座桥是城关黄河大桥 对面就是市民中心 市民广场 这个造型可以啊 三条鱼 嘴里吐水 它这瀑布都做了水瓶了 它留下来都是一模一样的 除了水车 还是水车 还有草坪 又到了一个水车的地方 不一样的形式 一个梁花池 这个造型不错 脚踏水车 红鲤鱼 绿鲤鱼 哇哦 超大的一个孔雀 看到了吗 孔雀开屏 应该还有一只吧 有水就是好 它都是连在一块呢 一共好像两个孔雀 那边还有一个 难怪它在叫 应该是一公一母吧 前面是水车 博乐园的正门 我是从市民广场那儿进来的 现在人蛮多的了 中间这个是 断续的雕塑 生活交接点 北京2008 奥运火炬 兰州 传递活动 挺美的 这个地方 感觉比中山潮那边 还好玩 这旁边还有很多的雕塑 吹琴的 拉二胡的 打虎的 写书的 抽烟袋的 黄河水 从那边就流出去了 这里是一座桥 这还有一个闸门呢 涨水的 这里应该就关掉了 我就是 樱河水 喝 一杯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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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